刚刚看到的是麦考尔接受福斯的专访 他说台湾即将要面对总统大选 那总统大选的结果 也可能带来中国军事的威胁跟风险拉高 他一方面评论台湾未必能够做好备战 回应中国的军事作战 他另外一方面也评论 包含日本澳洲都会声援台湾 所以台湾的总统大选 现在尽管看到双英对决是两条路线之争 可是背后还真的是两个大咖的对决 好的这个讲到中俄 最近最明显的串联 他们称自己为善的力量 那个是善的力量阵营 对上美国的小圈圈阵营 好像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了 马英九跟蔡英文会同日回来 这件事情就是原则上 你基本上就可以把它设定成为 蓝绿对峙的格局 差不多就从这里正式开始选举对峙 为什么呢 因为两岸议题 陈鹿刚才麦克尔讲的嘛 这两岸议题一定会是变成选举的一个核心 就算你国民党不想讨论 或是国民党你发现苗头不对 要改变你的论述主轴 老公也不会放你一马 他会有他自己介入选举的戒选模式 当然了 美国也会有他自己的戒选模式 那台湾对于阿公那边实际上 比较没办法控制的所以提前了解美国会如何影响 或是观察台湾的选举 当然要透过访美 透过面试等等的这个过程 去慢慢建立双方的互信嘛 实际上在蔡英文访美的同一步的过程中 朱立伦和柯文哲也都有访美 那他们的访美又会去见到什么人 跟什么样的人谈话 是否能够通过面试 然后他们又会丢出什么样的话题 我认为差不多从三月底一直到四月中 都会快速的铺陈 这个铺陈的速度可能远超过 现在大多数国民党认为是我们先选初选 我们先不要讨论这个议题 这个想的太美了 这个议题推进的速度 原则上应该是依照美方想要的速度 那中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赶快把马英九来来 嘻嘻嘻嘻嘻嘻嘻来来来 乖来来来的时候 他们会给马英九一些素材 可是就目前所看到的 除了所谓的九二公司素材之外 原则上还是过去那种抗日基调 抗日的基调 再看能不能延伸到 程如刚刚讲的美国日本 等等的这种同盟 由马英九站在一个质疑的角色 去提出批判 去提出一种反日的诉求 把反日的诉求转变成为 反美的这样子的诉求等等 好那当然这是共产党设定的 纯看这两个代言 比如蔡英文和马英九 或者是后续的赖清德 怎么去诠释 这双方抛出来的球 以我对马英九的了解 他诠释能力是蛮烂的 他说错话的能力是比较强 所以我比较不看好马英九这点 那要看的是谁呢 侯友宜 侯友宜在同一时间 因为他出不了国 不管怎么样 他都被绑在台湾 他出国可能也是非常短期的 所以侯友宜在最近放一个消息 他去见了补雷哲 那见了补雷哲之后谈了什么 不知道 但至少见了 好像他已经接受某种程度的面试 但我个人认为 因为见了之后 没有丢任何新的东西出来 我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提款机会 那他现在要面临呢 我们就把他拉回 而且我打个唱补雷哲是卸任官员 卸任官员 不是卸任官员 没什么好 就是去有点请教 不能说是获得某种认证 就请教一下到底讲什么话 美国人会比较喜欢一点 大概是建立这样的共识 可能侯友宜现在要面临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后院失火 什么样的后院失火呢 TVBS今天推出了一个满意度调查 我不知道为什么TVBS之前那么热爱做总统 现在突然做市政 可能是因为比较高 比较好看一点 因为总统现在做出来 国民党都不好看 这个我们荣厚表述 好那讲到 失正满意度 好像后院很高 61% 不满意度10% 很高 我不想说他已经比高点 去年的年终 要跌了19% OK 他的支持度最高 大概就在当选的那一刻 应该最高 他一口气滑掉19% 你说满意度滑掉 但是不满意度也只有上升5% 应该是还好 我们不管这份民调的可信度 就他单一的标准来讲 一口气掉19% 代表就是他流失了相当程度 原来对他可能有期许的人 可能对他有期待的人 而且T台是非常的倾向蓝宁的机构效应 对啊就是青蓝嘛 Pro Blue的那一种 那我就必须要说啦 陈其漫哪有可能56% 我们其他的速度 其他的数据都显示陈其漫应该是现在台湾最高 就是某种程度上 因为从网路上的数据来看 陈其漫应该是最高的 但是同一个数据里面 其实这边虽然没有标 不过卢秀苑他也有提升 那是不是卢秀苑 今天国民党也传出 应该是确定总统要征召 因为他讲的时候 新闻出来的时候 总统会还没有投票 不过那群橡皮图章 应该都会同意啦 好如果总统是确定征召的话 他就不一定是你啦 所以后院你现在面临的是不是后院失火 第一个你自家新北市满意度锐减 甚至在板桥地盘 自己核心的地盘 新北市府所在地 自己的制度也只有掉到50几% 好同一时间 卢秀苑都拉起来 人家丢出这个数据67 就是比你好看啦 是不是PVBS也加入了像旺中这样的阵营 开始去不断的刺激你 我不知道 但原则上来说 侯尔宜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完全的颓势 那伟航我打个岔 朱立伦说要征召 可是他没有说要征召谁 所以所谓要征召 既可以征召朱立伦 也可以征召郭台铭 也可以征召侯友宜 也可以征召卢秀燕 朱立伦又是有本事搞定柯文哲 搞不好也可以征召他 对不对 柯文哲我是真的不敢讲 没有啊 如果他愿意合的话 愿意合的话 对对对 所以朱立伦只有说要征召 可是征召下面是谁 什么内容 什么游戏规则都是不确定的 都是不确定 而且朱立伦过去征召过他自己 所以他已经征召过自己一次了 不妨再征召一次也是有可能 我打个岔 当初张算正那个模式算不算征召 是啊 他是征召 其实他就是那个选册会嘛 但是最后面选册会也说 不是我搞的是朱立伦自己去弄出来的嘛 就是橡皮涂章啊 其实选册会那个名单只是出来给人骂 因为那就是一群橡皮涂章而已 现在改召中央提名委员会 那也是橡皮涂章啊 中场会橡皮涂章啊 好所以国民党现在就是 我要征召了 你们大家开始表演舞龙舞师啦 彩衣于亲一下 可爱一点 看能不能讨主席的欢心 有点像这样的状况 那侯友宜我们必须要看一下 侯友宜现在他的最大的问题是 主席越看越不开心啊 因为他的民调不断的持续在下滑 过去他一路三咖都也顶到四成 但他现在已经滑到二成多 就算是美丽岛最好的也是二成九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他掉了民调被赖竞德吃进去了 这是国民党最不愿意看到 他宁愿被柯文哲吃掉 他也不要被赖竞德吃掉 因为这代表大概就是西瓜票 我昨天提到西瓜就直接靠过去 人家要投给会当选的 不止我认识一些中间选民 经济选民发现 不能把国家领袖的位置交给草包 简单的讲 如果只有赖竞德跟侯友宜 这两个选项的话 很多人认为侯友宜这个选项 比韩国瑜还烂 所以那个效应会很类似 2020蔡英文对决韩国瑜一样 中间选民年轻选民 可能一面倒的倒向民进党 这个其实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年轻选民会怎么看侯友宜的 这一件事情 因为赖竞德虽然他的形象 比较保守一点 但他所展现出来我中规中矩 我是一个值得信赖领导人的这种感觉 就是你丢一个议题给他 黑金人怎么处理 他处理了 丢一个学术论文的问题给他 会不会看你怎么处理 他处理了 民进党很多看起来不太像样候选 我们前一年来讲学伦的那些处理了 今天就是最近这几天在报名 你可以看到像李孙林这种 被大家讲说淡水蔡依林 这个算美称啦 但是可能觉得他可能不太针头的 也被劝掉了 这种被劝掉其实人家会看在心里 因为原来你推这个人给我 我可能盖不下去 赖竞德虽然听到这个声音了 年轻人会说这盖不下去是不是 换一个 我换一个比较争议没那么大的 也许你不太满意他 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一咖 让你有理由说这一咖实在太好笑 我投不下去 相对来说侯仪呢 侯仪现在面临的过境就是 他在年轻人的心中越来越好笑 从一开始单纯指示 我们就是好好做事情啦 到后来后后做事已经变成了迷因 他匆忙了转变之后 也都还是空的内容 就像今天这个 朱议仁讲说真招记者去读麦 他刚才说你要不要选了 他说如果需要我都会为我服务 讲说要选是会就地死亡吗 他就是坚持不讲说自己要选嘛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 侯仁已经把他的能量消耗掉 不只是国民党的基本盘了 他已经消耗到国民党的基本盘之下 这就会让别人有见缝插针的机会 陈如刚刚所讲的 盧秀燕就会比较好 如果是真招的话 没有个人参选的问题 没有个人举手抱怨 你没有意愿可是为了党 你必须出来承担 这才掉落征兆嘛 就像朱立伦2015 我不要啦 可是红袖柱真的太烂了 我背包出来承担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 有媒体已经在帮 盧秀燕在造势 外面有一些人在拼命的扯 侯仁的后腿 把侯仁拉下来 那侯仁自己要意识到 实际上他的敌人 还没有真正来自于 是民进党的打击 民进党准备了 根本就还没打 民进党现在还在处理 他立委出选的内战的问题 所以侯友宜必须赶快回去 清理自己的战场 不能继续只是在那边 好好准备选总统 那我问你周伟航 侯友宜有本事 清理这几个战场吗 就说侯友宜民调跌 第一个我的判断主要原因是 呵呵做事 现在反正呵呵出事 因为所有国政两岸 或者产业财经艰难议题 你都好好做事 你没有办法回应这个社会 以前你要当市长 这个还可以勉强过关 可是要进阶到总统大战 这个是不可能过关的 这个已经反映在民调上面了 然后紧接着是国民党的内部 各种势力山头的矛盾 刚刚讲有人为什么拱到如秀燕了 因为那些人当中事实上是不爽侯友宜的 然后先前有人在拱的是郭台铭 郭台铭感觉已经销声匿迹 没有声量打假球了 好 那紧接着呢 朱立伦跟傅昆琦瞧不起你 觉得好的你要整晚跑去 然后你们说我是公共厕所 我就每天负责大小便吗 我就是大便吗 傅昆琦差不多 开记者会就是这样回应 所以侯友宜很难处理的那几个艰难 事实上就是他长期的先天的 阿基里事件的缺陷 对的确我必须要讲 侯友宜你就算党内有敌人 那也就算了 你好歹让一群自己人去对抗敌人 你不要讲跟煌那些议长帮 在那边帮你冲那么久 在中常会帮你弄那么久 都站在主席台前去威胁主席了 你还要继续齁齁等真招 这是不行的 你好歹就把大家全部让来嘛 我们决定要一起出来 我们决定要来承担 现在就是这个时间了 我们不会再拖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民主党要骂我肉袍 我们就承担下来 因为民主党自己很多肉袍 议会都还没开议 就一堆人跑去选立委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 侯友宜连这个都不敢 他自己的底下人都有点心凉掉 说我这要怎么挺下去 所以今天也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侯友宜跟朱一伦的人马 本来很多是重叠的 真的要识破脸 这些人会去哪里 答案现在越来越明显 有蛮多三目济宜的 回去朱立伦的牧场 特别是桃源那一块 准备在那边开始放牧 就是侯友宜这一个 如果没有后续的话 他的新北市就做下去 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侯友宜必须尽快的做出表态 然而我认为他心智上 可能就是个性上真的害死他 他会继续撑到六七月 都还拿不出个说法